這個題目可以你仔細看喔 它說假設投資一個公正的骰子兩次 來 你把它畫起來 然後依序出現的點數分別叫做小A跟小B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乾脆...欸 我跟你講啊 它這題是為機率對不對? 我跟你說嘛 丟一個骰子兩次 或者丟兩個骰子一次 這種題目 你就用塗法令綱就好了 我們先把那個骰子的那個點數表把它畫出來啊 對不對? 這個不要用什麼厲害的做法 我們教你最簡單的做法就好了 來 先把這個表畫出來 對不對? 它說丟一個骰子兩次嘛 然後依序出現的點數叫做小A跟小B 大家一起來喔 然後 1 2 3 3 4 5 6 好 什麼要有關係? 我慢慢講齁 來 然後 1 2 3 4 5 6 來 同學跟著我一起畫啊 欸 這一題你考試應該可以得分吧? 來 我們先把這個表畫出來 對不對? 丟一個骰子兩次嘛 或者丟兩個骰子一次 然後問跟點數有關的問題 或是排列組合就是機率 這種題目你就把這個表畫出來不就得了嗎? 對不對? 來 我們先畫這個表齁 好 ㄟㄠ ㄟ FU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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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 先把這個表準備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在問什麼 他說 這個題目他把那個機率跟那個負數結合在一起 他說有一個負數z1 他叫做誰呢 叫做1加2i 1加上2倍的i 然後有一個負數叫做z2 這一個負數叫做誰 叫做a 再加上vβi 這樣可以齁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z2bar是z2的共肉負數 同學你把共肉負數畫起來 同學你知道z2bar是什麼意思嗎 同學你知道在z2上面加一個bar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這個如果你有看這個課本的話 同學你告訴我 這代表什麼意思 z2叫做a加vi 那z2bar叫做a a怎麼樣 沒有 加上一個bar會發生什麼事情 上面加一個bar 共肉負數啊 對會變成a怎麼樣 會變成a減vi啊 對吧 同學你們知道這件事吧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齁 然後他題目說 那麼則z1 z1 乘上什麼 乘上z2bar z2bar 為時數的機率 喔 相乘是什麼數 是時數的機率 是多少 這一題是機率的問題 我認為這一題其實還算蠻和善的 這一題同學你應該可以得分喔 OK 那我們準備要開始做這個題目好不好 先把題目看懂 z1叫做1加2i z2叫做a加vi z2bar 叫做a減vi 然後他跟你說 z1乘z2 會是時數 他的機率是多少 同學時數兩個字把它框起來 時數對不對 好那我們真的來乘乘看嘛 同學z1叫做1加2i 那就來乘囉 來1加上2i 乘上 來同學z2bar是誰 z2bar叫做a減vi 我想要請教同學 同學這個你會成嗎 這個你會成嗎 就把它打開而已 打開之後同學問你 1乘上a是不是叫做a 對 就是a 然後1乘上-vi 所以這邊減掉什麼 減掉v倍的i 然後2i乘也a 所以這邊會加上 加上什麼 兩倍的 a 然後同學比較容易算錯的是誰 是這個乘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i乘i是多少 同學你知道i的平方是多少 i的平方是-1喔 所以你告訴我 2i乘上-vi 得到的結果是誰 可以說一下喔 這個2i乘上-vi 這個2i乘上-vi 乘出來的結果是誰 等一下我也許對你 許小姐 這個乘這個 2b很好 所以這邊是加上什麼 加上兩倍的b 對吧 如果你把它盛開 是不是會長這樣 這裡兩個這裡兩個 打開就四個嘛 那打開之後 有i的放一起 沒有i的放一起嘛 對吧 所以它的這邊就是a加上什麼 a加上兩倍的b 然後再加上有i的部分 我們把i提出來 所以這邊會變成2a-vi ok 好 先寫到這邊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寫到這裡 然後我現在要來問同學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跟你說這個東西是什麼數 同學我問你 他說這個乘開之後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數 它是時數喔 他說是時數喔 時數的話代表 代表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要講 來這個 我問紅燒什麼 時數 打開之後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時數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可不可以看到i 不行看到i對不對 看到i就不是時數啦 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這個2a減b要檔於多少 是不是檔於0 對吧 他說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時數嘛 對吧 時數的話就是 這是它的時部啊 這個是它的虛部嘛 代表虛部要檔於0 對不對 你不能看到i啊 這樣聽懂嗎 你看到i的話就不是時數了 這樣OK齁 好 所以你從這裡你就發現 喔 そうですか 原來怎麼樣 2a減b要檔於0 換句話講 2a要檔於多少 喔 2a要檔於b啦 對不對 這個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原來2a要檔於b啊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同學你知道喔 這個機率的問題很簡單啊 所有的情況 欸 我們的樣本點總數有幾個 欸 它是 它是怎樣 你看題目 丟一個骰子兩次嘛 對不對 它這是個機率問題啊 所以這一題 請你告訴我 它的分母是多少 36啊 對不對 所有的情況是不是36種 對吧 樣本點總數是不是36 然後它現在跟你說 Z1乘Z2 bar 為時數的機率 欸 如果要時數的話 要滿足什麼 b要等於2a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啊 來同學 b是 要等於2a喔 來請問這一個可不可以 喂 我已經叫它這麼簡單了 我不會 a跟b都是1 這樣可不可以 這當然不可以啊 他說b要等於2a 所以這個不可以啊 好 那我問你 這可不可以 這可不可以 b有沒有等個2a 這一個可不可以 可以就點頭 不可以就要頭 這一個到底可不可以 欸 為什麼不理我 b有沒有等個2a啊 有還是沒有 有啊 所以這一個可以啊 這一個可以啊 那我問你 這個有沒有 b有沒有等個2a 這個沒有啊 對不對 這個沒有 就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b有沒有等個2a 沒有啊 只有這個有而已嗎 那我問你 這裡呢 這裡這個有嗎 沒有啊 如果你要等個2a 你要只有誰辦得到 只有這個辦得到啦 其他都不行啊 這樣好不好 知道我在講什麼 b要等於2a嘛 我已經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了 OK 然後b要等於2a 如果看這裡的話 這個顯然不行啊 這個不行啊 這些都不行 對不對 b要等於2a 只有這一個才辦得到囉 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 這裡的2a 就已經是8了 所以這邊都不行啊 對吧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你有看過有人教的這麼仔細的嗎 我把全部的情況都列出來了 對吧 欸 這一題你們有得分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一題到底沒有拿到 你該拿的分數 沒有 這一題沒有拿到分數 真的假的 你看喔 然後同學我問你 這36種情況裡面 你要的情況只有幾種 1 2 3 只有這三種啊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36分之3 然後也就是多少 12分之1啊 我跟你講這一題就這樣 就這樣 你有得分嗎 五分欸 這個題目很簡單 它就是 你覺得這個題目它到底在考什麼 它就是把機率跟這個負數結合在一起 這樣你懂嗎 就把這個觀念把它combine在一起 這樣而已啊 好 來看一下這個填充第二題 OPPO OK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欸這一題出得不錯啊 我覺得還好 欸 好這一題還可以 好 那這一題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再來挑個一兩題來講 嗯 我們接著看C這一題好不好 欸我們接著來看C這一題 C這個題目喔 其實出得也還算可以喔 這題沒什麼興趣 來這個題目我們給它兩個贊號 來這個題目仔細看喔 這個題目說有一個正三角形ABC 還有同學他沒有給圖對不對 所以圖你要自己畫 來我們畫一個正三角形 哈囉 來我們畫一個正三角形ABC 跟著我一起畫圖快點我不會害你 正三角形ABC 好欸我等你喔 對吧你考試的時候應該有畫圖吧 對吧 然後他跟你說什麼 他說BBC的長度是4 所以這個正三角形它每一邊的長度都是多少 這每一邊的長度都是4嘛對不對 這是個正三角形 這個沒問題嘛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跟你說喔 有一個點喔 叫做珠點 它是BBC線段上一點 而且它滿足A珠線段的長度 叫做更號13 喔 A珠線段的長度 叫做誰 叫做更號13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同學好問你喔 你覺得這樣的珠點有幾個 他現在跟你說這個珠點在BBC線段上 而且滿足A珠線段的長度是更號13 你覺得這樣的珠點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會有幾個 來我來問我們龍哥 龍哥我問你你覺得珠點有幾個 就是說珠點可能的位置在哪裡 這是個三角形耶 正三角形耶 對不對 每邊長度都是4啊 他說在珠 這個珠是BBC線段上一點嘛 然後A珠線段的長度是更號13 你覺得珠點在哪裡 我問你珠點比較靠近B還是比較靠近C 都可能啊 像這裡珠點有可能在這裡嘛 對不對 有可能在這裡 因為它圖形的結構本身是對稱的 我們不妨就找一個特別的位置好了 比如說珠點在這裡 對不對 當然你要把珠點畫在這裡我也沒有意見啦 來你把它連起來 他現在跟你說這段長度叫做誰 這段長度叫做更號13 這樣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這個題目就這樣 對不對 他說的話你就照做嘛 然後他就跟你說 如果現在我把這個A珠向量 哎呦 這一題在考向量 把這個A珠向量 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A倍的AB向量 再加上B倍的AC向量 他這樣講喔 然後他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你 A平方加上B平方 究竟會等於多少呢 好 這個題目看起來很單純齁 來我們準備工作先把它做好 來我等你先把準備工作做好 現在他要把這個A珠向量 把它寫成這個AB向量 把它寫成這個AB向量 還有AC向量的這個叫什麼東西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專員名詞這個叫什麼 他現在把A珠向量寫成AB跟AC這兩個向量的組合 對不對 這個叫線性組合 這樣聽到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你一定要combination 寫一下好了 你們還記得吧 把A珠向量寫成AB跟AC的這個叫線性組合喔 來順便複習一下 對吧 就是用AB向量跟AC向量去合成這個A珠向量 只是那個C數是誰你不知道 然後同學你又知道啊 這三個點貢獻 所以這一題根本在考課本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那個主題叫做什麼 誰跟我說 我要問謝忻可以嗎 謝小姐 哈囉 你猜 他這一題在考什麼 這三點貢獻啊 然後他問你A珠向量 如果把它寫成A倍的AB向量加B倍的AC向量對不對 他這個在考什麼 三點貢獻線性組合他在考向量的 對 分點公司啊 很棒嘛對不對 把它寫上去 這一題根本在考向量的分點公司 如果你有看課本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向量的分點公司啊 其實現在高中數學喔 他的分點公司只有一個 不管是向量的分點公司啊 什麼直線的分點公司對不對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分點公司 那個分點公司有個口訣 同學你告訴我 分點公司的口訣是什麼 我們現在不要講太數學的東西喔 就是那個推導的過程可能就不再講 但是你應該跟我講最後的結果吧 高中數學的分點公司他有個口訣叫做比例怎麼樣 比例什麼 比例相加啊 對不對 啊分支是什麼 分支交叉相乘欸 喔 有沒有看我高二的筆記啊 對不對 我們高二花了很多時間去推導這些東西喔 來你把它做個記號齁 欸 適當 比例相似好 比例相似的 對 好看 好看